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再跟大家谈一谈习近平的事情 习近平自从8月1日八一建议节讲话之后 到今天8月11日 他已经要做神隐十天了 这个十天以来 习近平没有在中央电视台的画面上出现过 这是一个不太正常的现象 一般来说 中央电视台几乎每天都会报道习近平的行踪或者动向 比如习近平主持什么会议 去哪里访问视察等等 可是这十天以来 没有关于习近平行踪或者动向的任何报道 在九寨沟地震发生后 中央台只是报道习近平立即做出了抢险救灾的指示 也没有出现习近平做出什么指示的尽头 难道这十天以来习近平就没有主持过一次会议 就没有去外地视察过一次 这十天以来习近平究竟在干些什么事呢 现在我们没有任何报道 我们一切都不知道 不仅是习近平 这十天以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神隐了 李克强他也没有在中央台的画面上出现过 也没有任何关于李克强主持召开什么会议 或者去外地视察的消息 这些就更加增加了我们觉得不正常的这种感觉 不少人感到这是大势降临之前 暴风以前的平静 一些人认为啊 这十天来习近平和李克强等人 他们是去北戴河参加著名的北戴河会议了 据官方报道 8月9日受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 他当天在北戴河就看望了在北戴河 就是暑期休假的所谓专家 这条报道就间接显示 习近平和李克强 他这些中共的一些高层的领导人 他们这些天很可能都聚集在北戴河开会 因为北戴河会议它是一个非正式的会议 所以新闻报道的一般也都不会特别报道北戴河会议了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习近平啊 他已经完全掌控了军队 这点呢 似乎没有太多的疑问了 可是习近平对党和政府的掌控 这个似乎还不是太完全的 现在中国公开的报道啊 军队体系对习近平是给予最高级别的赞誉 给习近平一个又一个高大上的头衔 什么英明领袖最高统帅等等 而且军队还声明他们要绝对服从习近平的指挥 听习主席的话 与军队系统热捧习近平的情景相反 党政系统对习近平的这个赞誉 那是很有限度的 甚至有的时候还会故意冷落习近平 我们看一下今天 也就是2017年8月11日的人民日报 头版头条的新闻 这套新闻的题目是中国经济呈现强劲韧性 可是这篇报道呢 只字不提习近平 对于中国经济 它展现出强劲的韧性这个原因呢 这篇文章啊 它就引用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相关负责人的话 它是这么说的 上半年能取得比较好的成绩 关键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做出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 提出了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框架 同时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就是说这个发言人呢 他把这个中国经济好转的就是中国经济形势好转的原因 归因于党中央而不是归因于习近平 这个发言人他没有强调习近平他的正确领导啊 是我们中国经济好转的是一个关键作用 他没有说这句话 甚至在今天就是2017年8月11日的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的头版 整整一版都没有出现过一次习近平的名字 由此可见 习近平对党政系统的掌控啊 他还是不完全的 这些天的情况啊 看起来就像文化大革命前的那个情况 当时文化大革命前军队是掌握在林彪手里 林彪啊就在他掌控的军队系统中啊 对毛泽东叫做大吹大捧啊 毛泽东的所谓四个伟大的头衔 那都是在文革前 就是林彪主管的解放军报给吹捧出来的 可是文革前刘少奇掌控的党政系统的人民日报 对毛泽东的吹捧就很有限了 他没有跟着毛泽东的步伐走 一直到1966年5月31日 当时候毛泽东啊就派陈伯达帅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 就在这个1966年5月31日晚上10点钟 当时候工作组组长陈伯达就带领王立官风这些人就来到了人民日报社 陈伯达当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从现在起由工作组领导人民日报 原来人民日报社的领导不得插手 所以就是说这次这个 这个陈伯达他们到这个人民日报是来夺权的 就是人民日报他的领导权不是通过正常形式移交的 而是通过半强制的就是夺权手段给夺过来的 现在的情况当然是不一样的 习近平他并没有一个像刘少奇那样很强大的对手 当然我们也不能小看习近平的对手他们的实力 特别是习近平啊 最近打出几个很强势的大手笔之后 习近平的对手们他们被震撼了 他们有可能就一下子团结起来 一致对付习近平了 以前习近平的对手像这个江泽民啊 胡锦涛他们这些老领导之间 长期以来是不是太团结的不是太合作的 江泽民的江派和胡锦涛的团派之间 相互之间矛盾重重啊摩擦不断 可是他们现在看到如果习近平他如果大权在握 那么我们这些人都要出局了 在这些情况下那么江派和团派就可能叫做摒弃前嫌 一致对抗习近平了 如果这些老领导他们不团结 那么习近平还可以说叫各个击破 分而置之 可是如果老领导他们如果团结起来 那么呢习近平要对付他们也是很难的 尽管习近平他已经掌握了军权 可是要强行用军队来解决党权和政权的问题 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因此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习近平应该不会出动军队来强行拿下党权和政权 不管怎么样吧 这两天人民日报故意冷落这个习近平的现象 要值得我们注意 习近平这次长达十天的身影 是不是因为在北戴河会议上遇到了什么麻烦呢 这点我们是不得而知的 但不管怎么说吧 在这次权力争夺战当中啊 习近平是进攻的一方 老领导他是防守的一方 那么双方的底牌其实现在都已经都亮出来了 习近平在8月1日建军节的讲话中啊 他只字不提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名字 也就是彻底得罪了这两位老领导的 所以现在双方如果讲和言归于好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 所以说最近这个习近平啊 这神领了十天 这是不是预示着暴风以前的平静呢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另外我们想说一件事 就是随着最近这个习近平他的极权程度的提高 社会上就广泛流传一种说法 说习近平搞极权的目的是要想搞终身制 他要想终身当主席 甚至想当皇帝 如果习近平看到这样的说法 肯定会哑然失笑啊 因为这是完全不懂政治的人说出来的无稽之谈了 我们看到习近平现在正在进行激烈的权力争夺战 他能不能拿到这个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 还有很大的变数 他怎么现在去可能去做这种当皇帝的美梦呢 如果习近平在这次斗争中失利 他就有被赶下台的可能性啊 在这样很危机的情况下 习近平又怎么可能去想当什么终身主席呢 即使是习近平啊 在这次权力争夺战中取得的胜利 拿到了绝对的权力 他要想当终身主席 这个距离还是很远的 习近平今年64岁 如果习近平活到84岁 他就要当20年的党主席了 如果他活到94岁 就要当30年的党主席 那么问题是 现在的中共政权 如果他不进行根本性的重大改革的话 这个政权能维持20年 能维持30年吗 这是像一个公司的老板 我说我想当终身老板 结果10年之后 这个公司就倒闭了 你还当什么终身老板呢 同样道理 如果10年之后 中共政权就倒台了 那习近平还当什么终身主席呢 所以说习近平如果他真的想要当终身主席的话 他就必须对中共这个组织这个党进行根本性的重大改革 不然的话 如果按照现在的这样一种情况 中共这个政权再要维持10年都很困难 哪里会有什么终身主席呢 而且即使是习近平对这个中共进行了一个根本性的重大改革 他也不敢保证这个改革就一定能够成功 如果习近平搞的这个改革 他不成功 习近平他觉得下台 他也当不成终身主席了 因此习近平他集权的目的是要当终身主席 当皇帝 这是一种不懂政治人的叫做无稽之谈吧 习近平本人他也不会这么想吧 我们再退一步说 即使是习近平他对中共进行了一个根本性的重大改革 而且是个改革取得的成功 那么习近平想要成为终身主席或者终身总统 这个难度也还是相当大的 我们看俄罗斯的普京 他干了那么大的政绩出来 普京也没有能够成为终身总统 习近平他要当终身主席的唯一办法 就是使中国回到毛泽东时代 那么问题是中国能回到毛泽东时代吗 毛泽东当年他能够成为终身主席 是因为毛泽东时代对人民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全面的控制 在毛泽东时代 共产党对全国人民进行了一个全方面的控制 就是从思想到行动 一切都是在党的控制之下 为什么当时共产党能对全国人民进行这么全方位的控制呢 这是跟社会主义公有制 它是一个相配套的东西 在公有制的底下 全国的一切企业工厂机关学校农村的人民公社 它都是国家经营的 都是由党来管理的 所以党可以把每个人都控制住 北朝鲜今天能够把国家搞成那么贴板一块 那么一样的绝对控制啊 也就是因为是北朝鲜搞的是公有制 他一切都在党的管理之下 所以北朝鲜他今天能够把老百姓每一个人都控制住 可是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前些天的也就是2017年8月1日 中国共产党啊他的就是三个部委 就是中宣部中主部的三个部委 他就联合向全体党员发出了一份这个文件 他的文件的名字叫做规范党员干部网络行为 这份文件啊就要求全党8875万党员 要约束自己的网络行为 禁止党员浏览访问 所谓叫做非法反动网站 禁止党员传播内部消息和小道消息等等吧 反正如果党员进行了就是违反了这些规则的话 他要受到严肃的处罚 所以说我们如果按照这个规定 你党员如果你浏览了非法反动 就是非法反动网站传播小道消息 你就要受到严重的处罚 那么如果是一般老百姓不是党员 他浏览了非法的反动的网站 他传播了小道消息 那会不会受到处罚呢 在这个通知里头他完全没有提到 我们说应该老百姓是不会受到处罚的 因为这个通知是向党员干部发的 不是向老百姓发的 所以这个规定啊 他仅仅是约束党员干部的一种行为 不是约束老百姓的行为 而且事实上啊现在共产党他也没有办法来约束一般老百姓的行为 可是在毛泽东时代那是不一样的 当时候毛泽东时代不管是一般党员 老百姓都要受各种各样的约束的 你在那个时候老百姓如果你收听低台 传播小道消息那都是要处罚的 和你是不是党员是没有关系的 这个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全体中国人呢 他都是靠共产党发工资生活的 所以那个时候党的控制能力非常强 可以控制到每个老百姓的头上 但是在中国搞私有化之后 现在80%以上的人啊 他都是在各种各样的私营或者外资企业工作 这些人他们都不是靠共产党发工资生活的 所以一些党啊也控制不了他们 现在中国80%以上的工作人员 他们的领导不是共产党 他们的领导是他们所在的公司老板 而这些公司老板就是私营老板啊 他们都是经济动物了 老板只是管员工以这个工作干的好不好 员工的思想他是不管的 他的员工是不是浏览什么非法 这个反动的这个网站 老板根本不会去管这些事情的 所以说现在共产党真正能控制的人呢 也就是这个8000万党员呢 我们再进一步分析一下 其实这个8000万党员啊 他们也不能完全管得住 因为在8000万党员中间啊 大部分是一些退的休的党员 还有一些在私营和外企业工作的党员 真正的在党政机关学校国有企业中 他工作的党员干部啊 最多也就不超过2000万人了 也就是说现在共产党能够完全控制的人 也就是这个2000万人左右 除此之外的其他人啊 共产党是控制不住的 最能体现现在共产党对老百姓控制不住的事情啊 就是近年来啊 经常出现一些大规模的群体上访事件 比如2017年2月 北京就发生了上万名退伍老兵啊 聚集上访事件 2017年7月 北京又有这个数万名的 所谓叫做善心会的会员 他们搞了一个静坐示威的事件 这样万人规模以上的集团活动啊 在毛泽东时代那是不可能出现的 因为那个时候每个人啊 他都是在党的监控之下的 可是现在这些老兵啊 这些善心会的这些会员 他们都不是靠共产党发工资生活的 所以共产党也控制不了他们了 共产党现在只能采取一种叫做非常被动的方法 就是挡住他们 不让他们到北京来抗议 或者抓几个领头人 除此之外啊 这些人的其他活动 党啊根本也就管不了 也就控制不了了 我们再看前面提到的那个8月1号 中宣部等三个部委发出的那个 规范党员干部网络行为的那个文件 我们知道中国很多东西都是要反过来看的 政府说要规范什么 某某是什么东西没有得到规范 所以他们才要强调需要规范什么东西 这次中宣部发的文件 他禁止党员干部浏览这些非法反动的网站 禁止党员干部传播小道消息 也反过来说明在党员干部中间 有很多人浏览这些非法反动的网站 而且有很多人在传播这些小道消息 所以中宣部才需要发出这么一个禁止令 禁止党员怎么做 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在发这种禁止令 往往是效果不大的 早在以前的胡温时代人们就说 政令不出中南海了 这也就是说现在党中央的控制能力 它其实是很有限的 习近平上台以后 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有所好转 但只是说党中央对高级或者中级干部的控制能力 有所加强 但是党中央对一般党员或者普通老百姓的控制能力 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加强 我们看2017年2月上万老兵到北京上访 2017年7月的数万名善心会会员到北京来进座示威 这些都说明党中央对一般民众的控制能力是很有限的 那跟毛泽东时代真是差得非常多的 在毛泽东时代是不可能出现这样万人规模以上的集团性活动的 因为那个时候每个人都是在党的监控之下 现在我们看到媒体管得很严 其实这是一种表面现象 他只能管住那些公开在媒体上说话的人 根本管不住私下非公开的说话 那是根本是管不住的 我们看到2017年7月的数万名善心会的会员到北京来进座示威 就是因为他们私下的那种聚会 他们私下的言论 我们是共产党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如果真正控制得住 就根本不会发生有数万人规模到北京来请愿示威的事情 毛泽东时代共产党他可以控制所有的中国人 可是现在的共产党他只能控制2000万党员 这个就注定了中国不可能回到毛泽东时代了 既然中国不可能回到毛泽东时代 中共就不可能像北朝鲜那样把人民权管得住 那么习近平他要想当终身主席 当皇帝这种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此依我看习近平他集权的目的还是为了干大事 是为了对中国进行一次彻底的大改革大变革 所以他需要一个绝大的权力 其实习近平他准备搞的这场改革 风险性也是非常大的 失败的可能性甚至大于成功的可能性 现在习近平的处境就像是1947年 当时毛泽东和蒋介石是公开翻脸 就是国共内战刚刚开始打的那个时候 如果说在1947年的时候 毛泽东就想着我要当终身主席当皇帝 这种说法显然是过于幼稚的 因此如果是说习近平他集权的目的是为了当终身主席当皇帝 那是不懂政治的人他们一种想当人的说法 好今天就说到这里 再次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